大家好,我是人人宽科讲师穆金龙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交易策略是恒文器交易策略 这个交易策略非常的经典 恒文器交易策略它是能够在震荡式和趋势式当中的自动调节的交易系统 那么也因此得名为恒文器 看到自动调节这几个字眼 很多人会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高级很神秘的一个策略 但事实呢还是恰恰相反的 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策略 那么这类策略的关键点在于将不同市场状态下能成功应用的策略相互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它通过切换市场状态的 然后来使用不同的具体策略 那么这里我们用一个状态器呢 就是CMI指标也就是我们的潮汐指数 作为这个状态切换的一个评判标准 这个是潮汐指数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它真实波幅 以及它的不对称区间的一个使用 还有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改进的一个思路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开仓条件 第一个就是震荡式呢采用这个开盘架区间突破上沿 或者趋势中 趋势式中呢采用不灵通道突破上轨 那么开多 那么反之呢就是区间突破下沿开空 然后这是震荡式当中 然后趋势式呢它是采用不灵通道突破下沿开空 不好意思这里有写错 开空 然后平常条件呢第一个就是震荡式呢进场单的这个出场 为反手信号或者ATR保护性止损 也就是说有反手信号和这个ATR保护性止损呢 震荡式当中出场 然后趋势式呢是这个进场单的这个出场为反手信号和均线出场 嗯这是它的一个两个不同状态下的平常条件 分为震荡式和趋势式 然后这个应用周期呢你可以用在分钟小时和日线级以上 那么类型呢属于CTA模型 它是一个普世性模型 然后今天呢编写的这个平台呢是这个教育开拓者和文化WH8 嗯然后我们再具体讲一下它的这个判断标准 就是它这个恒文器它这个状态切换的一个标准 当CMI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潮起指数 那个小于20的时候呢 那么短期症状模式下应用的是区间突破结合 结合模式识别策略 也就是我们的区间突破模式 在这个潮起指数小于20的情况之下 我们将系统归为震荡模式 那么当CMI大于20的时候呢 就是当它大于20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定义为趋势时 那么该系统呢在趋势模式下呢 应用的是一个类似于这个不灵通道策略 常见的不灵通道策略 那么这里就不一一做这个介绍了非常常见的一个不灵通道 这个恒文器恒文器策略呢 它最值得称到的地方是 该模型在考虑了趋势模型下呢 原有震荡持仓的一个处理问题 那么因为震荡模式的出场是以这个 它默认是以三日高低均价为准 但是呢把这个标准放在趋势时模式下就 把放在趋势时当中呢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该侧略的方法 就是这个震荡式呢 它的出场方式过于敏感 那么在趋势模式下呢 我们采用一种更长期的一种出场方法就是这个以开仓价 然后加减一个三个十日ATR的出场条件 那么就让它变成一个更长期的一个出场方式在趋势时当中应用 然后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吧 我们就开始编写吧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了TB交易开拓者 我用的是旗舰版64位 如果有的朋友用的是急速版 或者是32位 也是可以的 因为代码呢 它是通用的 如果是新同学第一次结束 这个交易开拓者这个软件的话 你可以在右边的下拉财单 点TB公式 然后新建公式应用 输入一个简称 然后选择交易策略模板 然后点击确定 那就可以打开和我一样的这个公式编辑器了 好的 我打开了这个 横文器交易策略的一个圆码 然后第一部分呢 是参数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它的变量部分 第三部分呢 是它的运行主体 Begin and的部分 这里面从Begin开始后面 全是这个运行策略思想的一个实现 然后我们先从自上而下的 我们先从参数开始 自上而下的给大家讲解这个策略 首先呢 我们先对参数进行一个算明 那么这个参数的意思就是 潮汐指数的一个 潮汐指数的参数 那么默认值是 我这里需要讲解一下就是当潮汐指数小于20的时候 这个是潮汐指数的一个模式的一种判断的一个参数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不对称区间的系数 这个是系数1 它的默认值为0.5 这个是不对称区间的系数2 默认值为0.75 后面我们再细讲这两个系数的一个应用 这个是ATR 也就是真实 真实平均波幅的参数 默认值为10 这些参数如果你在后面的使用当中的 就是具体使用当中 应用到图表当中交易的话 你都可以具体再修改 我们这里用的都是默认值 然后第四个参数是布林通道的 通道的周期参数 默认值为10 这个也是布林通道的一个参数 通道的固定系数 那么默认值为2.0 这个是这个趋势模式下出厂均线的参数 这个是首速 默认值为50的 然后首速 这个参数部分我们就已经声明完了 它的意义和它的默认值 然后下面是变量部分 第一个变量部分是一个数值序列型 Numerica series 然后是CMF 也就是抄袭指数 这个就是抄袭指数本尊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布林通道序列型 也就是用于真假判断的一个数据 买式 具体来讲应该是震荡模式下的买式 意买式 意买式条件 然后这个是震荡模式下的买式 然后它的默认值是假 就开始它是不成立的 直到后面运算之后才判断它在成立与否 然后Numerica series 这个是MyATR 就是真实 平均 波幅 这个是布林通道的中轨线 布林通道的中轨 这个是布林通道的标准差 这个是布林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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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布林通道的上轨 那么这个变量是多头均线 在震荡模式下会用到这个东西 后面的计算它其实就是多头均线 空头均线 然后这个是关键价格 这个关键价格我们后面会 主动讲一下它 这个是震荡模式下的区间 上沿 这个是震荡模式下的区间 下 eth 然后我看上樱 下言 下引 下引 下 text 下格 這個是趨勢,那是下的 空投出發價格 這個是震道 我們是下出場 出發價格 這個是趨勢,然後是下的 出場,出發價格 OK,這樣的話我們這就是它的參數和變量呢 我們都已經對它生命和定義完畢了 那麼後面還有一個,不好意思 我看到,這個是震盪式的開關 震盪,震盪式的狀態 狀態開關 啊,水果波爾 Service 好的,這樣的話我們的參數和這個變量部分呢 就已經是聲明和定義完畢了 那麼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進入這個BeginAnd的這個程序運行的主體 看見還是有一定長度 但實際情況是非常簡單,其實是不難的 然後我們這裡還是一個安全性 一句,集合金家 與小節 過濾 然後如果是現在是屬於金和吉家和小節休息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呢 然後就return,不會繼續往下執行 避免錯單和瞎報單的情況 這個呢 就是潮汐指數的計算公式 計算公式 GCMI 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當最新價格呢 減去29根磅線以前的一個價格 他們之間會計算出一個價差 然後取決對值 然後除以30日最高價 減去30日最低價 最後他們會得到一個變化率 這個變化率呢 然後乘以100 讓它取整 這樣的話 我潮汐指數現在基本上變了 它其實就是一個價差的一個運算 可能有些朋友 新手朋友 他可能需要看一下註解 就是 最新價 減去29日前的收盤價 然後除以30日內的最高價 與最低價之差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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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100 取整 取整 這就是潮汐指數的一個計算公式 然後下面呢 下面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是多頭均線的 的計算 這個是用在震盪式當中 震盪式中 的多頭均 然後這個是震盪式中的空投實現的計算 他們用的是3日的最低價和3日的最高價 然後這個就是關鍵價格 這個關鍵價格呢 是我們判斷不對勁區間的一個關鍵 那麼就是關鍵價格 算關鍵價格呢 它是算最新的這個最高價最低價和收盤價之和 然後除以3的一個均價 除以3的一個均價 除以3的一個均價 這樣計算結果其實就是一個中位價格 然後這個我們就開始了這個 易買式 就是震盪 震盪模式下的 震盪模式下的 易買式 我們為什麼要定義這個 既然是震盪模式 難道它的這個區間還不一樣嗎 是的它不一樣 因為這裡應用的是一個不對稱區間的一種算法 所以它的區間的上沿和下沿呢 它不是一個固定的一個對稱的一個上下沿 它是會根據我們剛才的這個係數 剛才我們計算這個不對稱區間的係數 你注意看這兩個係數呢 它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0.5 一個是0.75 那麼因為這兩個係數本身不一樣呢 在下面的計算公式當中 它們的計算上下沿的結果也是 也是不一樣的 高點和低點呢 它們的中間的價差也是不一樣的 那麼易買式和易賣式它的一個判斷標準呢 就是一個 當它的最新價格減去 就如果大於它的關鍵價格 也就是它的中位價格的時候 也就是當前這個 當前最新的價格呢 在這個中位價格之上的時候呢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易賣式的一個情況 然後當它這個最新價格呢 如果小於它的中位線 也就是我們的關鍵價格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易買式的一個價格 一個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它更傾向於讓你去買 首先呢我們要明白震盪式呢 它和趨勢式的交易條件 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震盪式肯定是做的是相對的反向交易嘛 所以它就會分這個易買和易賣 這兩個模式下中的兩個不同的市場形態 那麼就是當價格大於關鍵價格 是為易賣式 當價格呢 小於關鍵 價格是呢 為易買 OK 我們把它這個計算定員了 這樣的話 我們就是通過這個最新價格的一個變化 跟這個最關鍵價格的一個變化呢 我們分為震盪式當中的兩個不同的一種形態 就是易買式和易賣式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個計算是ATR的一個計算 計算 平均 真實 平均波幅 然後這裡用到的是它的一個TP自帶的一個用戶函數 我們直接把代入 代入到這個計算公式當中呢 然後把它的參數一起代入進來 然後就會得到我們的平均真實波幅的一個結果 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下面呢 就開始針對 也是在正當模式下的這個易買式 還是易賣式的一個負值的一個計算 那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當易買式條件成立 當易買式條件成立 當易買式條件成立的情況之下呢 區間的上延被進行複製 區間上延複製 然後它的計算公式是什麼呢 這就是開盤架 最新磅線的開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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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上 加上這個係數 我們注意係數1 係數1 然後乘以 ATRS 乘以 真實平均 負負 這樣的話 我們得到區間上延 區間上延 然後至於我們看這裡就是區間下延的負值 然後最新 放線的開盤架 然後減去 處理最異不是係數1 是係數2 然後乘以 真實平均 波幅 然後計算 計算結果為區間的下延 好的 為什麼說不對稱區間呢 那麼這個公式當中就已經提前出來了 那麼係數1和係數2 也就是我們這兩個係數1和係數2 他們的係數值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最終他們的這個上下軌的這個 最後結果也是不對稱的 所以就是不對稱區間就形成了 然後下面這個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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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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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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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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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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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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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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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區間是在正當模式下應用 那我們現在定義這個是 布林的 布林的中軌 這個是布林的中軌 然後這個是 布林的 標準倉 我們還是在這個上面有個標數吧 這個是計算趨勢模式下的 進出場價格 用的是布林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 那麼從這裏開始 我們計算鎮到 模式下的 一晚時即慢時的區間 區間 好吧 這個 這個是 布林的 上軌道 這個是布林的下軌道 我將這個布林軌道呢 將布林軌道複製到我們的 將布林上軌 複製到 複製到趨勢開倉 複製到趨勢開倉 趨勢多頭開倉線 然後這樣子 沿 好的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 震盪模式下的取架和這個 趨勢模式下的取架呢 都已經定義完畢了 下面是 將這些取架呢 進行一個開B倉的一個應用 我们注意先看第一个if语句 if语句的条件是当这个潮汐指数呢 小于我们设置这个参数 我们这个参数设置是多少呢 是20 也就是说当潮汐指数小于20的时候 我们把它定义为趋势时 不正当时 当潮汐指数小于20的时候 为正当模式 这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态转换 用一用的潮汐指数 好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正当模式呢 进行如下的一个计算 首先第一个是 Mac的position不等于1 也就是说它当下呢 是没有这个多头持仓的 然后并且最新价呢 要大于这个区间 这个震荡区间的上延 注意看这个震荡区间我们在哪里复制呢 我们在这一段当中呢 把这一段当中的这里复制了 这里复制了 以及这里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比较 也就是说它最新价格要大于这个震荡模式中 区间的上延 我们最初开多 那么该怎么描述呢 当前无持仓 或者说 或者说应该是说当前无多头持仓 因为它是不等于1嘛 它有可能有空头持仓 当它无多头持仓的情况之下 无多头持仓情况下 最新价 突破 区间 上延 然后这里是 开多 注意看这里面它用了一个 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取价 就是 如果是 这个棒线直接跳空到这个 区间上延以上呢 我们用开盘价 如果它是盘中击破的话 我们直接就是用这个区间上延作为价格 进行日进场 然后这里我就不再描述了 因为这个写法是太常见了 然后这个是状态位 也就是说 告诉这个 告诉整个交易系统 我现在有了多头持仓 震荡式的多头持仓 震荡式状态开关 然后震荡式状态 这个震荡式开仓状态的开关 为真 复制为真 我就告诉它我已经开了仓了 震荡式当中的 我已经开了一个多头仓位 这是告诉整个系统 告诉交易策略 然后我们注意看 这是 开仓的一个震荡式开仓的一个代码 开多的一个代码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就是 平仓的一个代码 平多头仓位的一个代码 就是marketposition等于1 我目前发现有这个多头持仓 然后并且呢 这个当前的这个震荡式要大于 进场时那根震荡 也就是不会让它这个 开平仓的在同一个震荡上 所以加了这个 bounce things entry 大于等于1 并且最新价呢 要小于 最新价要小于这个区间下延 小于区间下延的时候呢 我会拼多 然后当 有多头持仓 当有多头持仓 并且开平仓 不在同一根 不在同一个方向 最新价格 小于 等于 小于等于 区间下延 好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 拼多 然后 拼了多之后呢 我要告诉系统 我现在拼仓 已经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持仓了 也就是告诉系统 震荡式 关表 震荡式 开仓 状态 开关 为假 我已经关了这个 我已经没有持仓了 我告诉他 我现在 我已经出场 那我就把状态 给调整为假 然后 这个是震荡式下的 多头和 多头开平仓 的一个断代码 然后还有震荡式下的 空头开平仓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这个就是 当前 空头持仓 Market Position 不等于 负1 当前 无 空头 空头持仓 的情况下 然后 最新价呢 跌破 区间 下延 然后 开空 然后这里呢 就是 开空 然后 调整状态位 震荡式 开场 状态 为真 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有了 时仓 告诉系统 我已经有了 时仓 然后 注意下面这个是 Market Position 等于 负1 也就是 当前有空头持仓 并且开平仓 不在 那么最新价格呢 突破 区间的 上轨 上延 好的 接受 凭空条件成立 然后 凭空 然后下面呢 将到状态 调整 为假 正当时 状态 开仓 状态 为假 告诉他 我已经平掉了 仓位 现在是没有持仓 好的 这个就是震荡式当中的 开平仓 开平仓 这个计算 然后下面呢 就开始 我们要用这个 趋势式当中的 一个开平仓 的一个计算 首先呢 这个地方是 首先 这里看到 还有一个震荡式的 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会 会在这个 趋势式当中 会应用到 就是 就是这个 我如果转换 趋势发生了转换 那么 我目前持有的 震荡式的持仓 该怎么办呢 然后通过 这个条件 将趋势式的 仓位清空 然后开 将震荡式的 仓位清空 然后开 新的仓位 也就是 趋势式的仓位 这个就是 三倍的 三倍的 平均 真实 波幅 下面这个呢 是 趋势式的出厂 均线 好的 我们现在进入趋势式的一个义服预据 第一个语句 也是先要计算潮汐指数 当潮汐指数 大于 20时 为 70时 好的 然后这里面就会有一个 先有一个判断 就是我们这个开关的判断 就是如果说当前是有震荡式的持仓的话 就是如果有震荡式的持仓 然后 然后进行 依附计率的如下计算 我们会先平掉这个 其实这段代码可以这样复制过了 然后 删除掉 我们先把一个代码做的减坏的 好的 我们把代码进行一个优化 好的 就是当潮汐指数大于20时 好了 现在进入趋势式的一个状态 那么 注意这个震荡式的一个持仓开关 它如果是真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震荡式当中 它并没有一个平仓 然后也就是说震荡式的持仓 拿到了趋势式 趋势模式内 我们要对这个震荡式的持仓 进行一个处理 比如说震荡式开关 现在是有震荡式持仓 然后进入语句 最后第一段是market potation 等于1 也就是说 它是有多头的一个持仓 并且它不在同一根棒线 然后最新价格 然后小于它进草时价格 然后减去一定的ATR 那减去一定的ATR 300ATR 这时候 然后多头出场 多头持仓 当前为震荡式的多头持仓 并且不在同一 不在同一棒线 那么最新价呢 跌破 进场 进场价格 减去 300ATR 好的 那这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之下 我们进行拼仓 然后拼多 然后下面呢 就是将震荡式的开仓开关 换原为假 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没有震荡式持仓了 别假 就是告诉系统我们已经没有震荡式的持仓了 然后这个 当前为震荡式 是的 是的空头 空头持仓 并且 在同一棒线 那么最新价呢 最新价突破 进场价格 加三倍的 ATR 好的 这样的话就是 我会进行拼空 并且呢 把状态位呢 调整为假 震荡式 开仓 上他 为假 告诉系统我们已经没有震荡式的持仓 好的 然后 我们把震荡式的 当这个市场模式发生转化的时候 然后我们先处理这个震荡式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情况 然后下面呢 就开始进入 如果说当前已经没有这个震荡式的持仓了以后 好的 我去试试开仓 当前无震荡式的持仓 残留持仓 进入 趋势式的开仓 这个就是market procession不等于1 并且呢 帮since x的大于等于1 也就是说 我如果说我要 首先我先确定 我没有空头持仓 然后呢 当前这根震荡 与那个平仓 平仓的 就是如果说上面有一个平仓信号的话 要大于这个平仓信号一个震荡 也就是他们也是为了定义一个就是开平仓不在同一根震荡的一个意思 然后最新价格 我们就是当前无多头持仓 并且呢 并且 开平仓震荡不在同一根 然后最新价呢 要大于 注意看这里这个 在哪里定义的呢 这个 这个是在这里定义的 也就是它就是 趋势式当中的不灵通道的上轨 最新价大于 不灵通道 通道上轨 然后这里我们开车 这里呢 是平多的一个操作 当前有多头持仓 然后 并且开平仓不在同一个方向 然后最新价格呢 注意看它这个平仓价格有一些变化 就是当它最新价格和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个趋势式当中的一个平仓均线 和这个它的一个区间下轨 要进行一个最大的一个比较 最新价格跌破 不灵不灵不灵的下轨 与这个平仓均线的一个比较 以平仓均线的最大值 好的 然后 然后 然后进入平多 这里 平多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当前 无 空头持仓 并且呢 开平 开平仓帮线呢 不在同一根 那么最新价 大于 大于 不灵 通道 下轨 应该是小鱼 小鱼不灵通道下轨 不在空头持仓 这里就是了 直接就是了 开空 然后这个也是当前呢 有空头持仓 并且开平仓 并且不在同一根 然后最新价 最新价格呢 要大于 大于 下于不灵上轨 以 出厂 新价的最小值 然后 平多 好的 平空 平空 OK 这样的话就是 嗯 我们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衡温器策略呢 就编写完毕了 然后 有几个要点呢 我们简单先来讲一下 就是 有同学肯定会问了 你说 震荡式当中呢 它有一个震荡式的一个开关 那么为什么趋势式呢 它不需要一个震荡式的一个 不需要一个开关呢 那么 嗯 这个地方其实趋势式它不需要一个开关 为什么 因为我趋势式开多了以后 我趋势式开多了以后 我平仓的话 我平仓的话 首先我有一个自己的平仓条件 当然震荡式当中也有 那么如果说 假日我趋势式转化为震荡式了 就整个市场状态 由趋势式转化为震荡式呢 我这里面也会 也会有一个判断 直接就是我在去震荡式 我就直接平仓了 因为整个这个我们的交易系统来讲的话 整个市场趋势来讲的话 震荡式呢 它是一个防守型的一个策略 那么整个整个来讲 趋势式它应该是一个最重要 也是时间最长 然后也是最赚钱的一个状态 我们有可能在震荡式的这个头寸呢 会错 有可能在震荡式当中变成趋势式以后 它可能会错 然后我们肯定要对它进行一个一个 它就是震荡式持有头寸的一个特殊处理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状态开关定义出来 那么好的 那如果说是趋势式转为震荡式呢 它直接会进入到这个里面 会直接平掉 直接平掉 所以不用去特别的去定义它 如果你想定义呢 你不嫌加一个开关麻烦的话 也可以进行加一个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把震荡式当中的这个头寸平掉 所以说要有个开关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转换 然后呢我们现在呃就是要讲一个改进的一个思路 首先呢第一个改进的地方就是说我在震荡 我在趋势式当中呢 我不许就是我可以修改这个布林 这个布林呢 你可以使用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这个 第二代自识系统的一个自识性参数的一个布林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你可以把这个震荡式当中的这个每根棒线的这个 开盘价变成今天的一个开盘价 就是让它变得长周期更长一点 因为每根棒线的话 如果你用在一个比较小的周期 比如说5分钟或者15分钟的一个周期里面 那么每根棒线的这个开盘价呢 其实上它这个区间会变得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敏感其实也是不好的 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变成这个变成什么呢 这里面有个自带函数就是open的 对就是今天的 而这是一个昨日的一个开盘价 如果是今天的你就说成0 就是今日刚开盘的一个价格 你可以把它变成这样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改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这里的一个出场均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它这个是一个出场均值的一个计算 这个是用在这个震荡式当中的一个出场 那么这个公式太计算太简单了 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一个区间 比如说我要把它换成这样也行 我把它换成这个最高价 或者说这个使用的是最低价 我们就用这个也可以 不一定非要用均值 这是几个修改的地方 对你可以这样修改一下 然后可以这样修改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当它出场的时候呢 它也是用的一个均线出场 那么这个既然是一个趋势时当中均线出场的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布林强盗里面的那个 自适应均线的一个出场 那个出场的方式就是强盗出场的一个方式 把它修改进来把它添加进来 然后区间的话你可以使用日开盘架 日开盘架进行一个 就是在这里用一个日开盘架来代替这个磅线的开盘架 那这样会好一点 然后布林通道呢 你可以把这个第二代自适应系统的那个布林通道的一个 自适应的一个计算把它替换过来 然后出场呢就用那个布林强盗的一个强盗的一个出场方式 你可以把它整个的进行一个修改 事实上恒闻器呢它是一个概念 恒闻器就是它告诉你一个概念 就是市场它肯定是分两种形态的 它定义为这个趋势和这个震荡 那你如果说你想要继续对恒闻器进行一个魔改的话 你可以定为三个状态 一个是上涨趋势 下跌趋势和一个震荡 无趋势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就是潮汐指数的一个计算 那这个地方你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计算 来这个判断这个 多趋势式还是一个震荡式呢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就是 你可以直接使用均线的这个多头排列和一个空头排列来代替它 如果说当前没有多头排列或者没有空头排列的情况之下呢 那你就是没有趋势嘛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很多种其他方法来代替潮汐指数 它只是告诉你一个就是要进行这个趋势这个增别的一个概念 一个理念 其实恒文器来讲它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策略思路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策略思路当中呢 细化它和应用它 那么 好的 这个TB这边的这个编写和原码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文化当中怎么写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了文化WH8这个平台的这个策略编辑器里面的这个恒文器代码 然后如果是第一次使用WH8的朋友呢 如何进入这个公式编辑器呢 点击这个右上角这个这里有个编写 然后点击编辑公式 那么就可以进来了 呃 可以看到就是在文化 文化当中编写的这个恒文器的这个策略呢 要比这个呃 TB当中要简短的很多 呃 事实上呢 这个恒文器这个策略呢 它其实整体还是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策略 整体还是个比较简单的策略 呃 TB的写法呢 其实中间你可以进行很多细致性的一个修改 然后文化呢 也可以 但是尽量还是使用这个文化 嗯 依附语句去编写 然后精细控制会更明确一点 那么 我们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然后 第一个先声明一个参数 就是布林中轨 然后布林的系数 然后就是区间的宽载系数 啊 这四个参数呢 你可以放到代码中 也可以移到这个参数列表当中去声明 然后进行修改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布林的一个中轨 那么布林中轨的一个计算 也是都是默认默认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计算公式 嗯 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潮汐指数 这个和TB当中的运算公式是一样的 最新最新价格减去这个29日以前的29个磅 以前的价格 然后除以最高最低价30周期内的最高最低价的一个差值 然后取证 乘以100取证 那么就是这是一个横温器的一个 呃 潮汐指数 状态识别识别的一个CMA的一个指标的一个运算 然后这个是中轨 也就是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的一个平均价格 也就是中数价格 中位价格一个 后面呢 这两个呢 是这个真实波幅的一个计算公式 然后就是当我们在震荡式当中使用的这个呃 最高三日最低价和最高价的这个日均日均价格 然后这个是限定义的是趋势时的一个开平仗条件 那么当潮汐指数大于20为趋势时 然后这个突破这个不灵通道的上轨 我们开多 然后这个是这个和这个TB当中的那个出场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他没有用到那个出场均线啊 这个没关系 这个你后面可以自己加上或者加不加都无所谓 然后这个是回到中轨呢 然后平多 然后这个也一样 这个是突破下轨开空 并且平掉多头仓位 回到中轨呢 把这个空头平掉 这是趋势式的一个开平仗条件 然后看震荡式 震荡式的话是这些 当这个潮汐指数小于20 然后最新价格呢 大于他的一个中轨 然后他的这个最新价格大于他的关键价格 然后我们称之为一卖式 一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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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因为他这个是向上的 上面宽 下面窄 然后就是他的最新价格 要这个大于这个 大于这个这个区间差 大于这个最新开盘价 加这个宽 宽 乘越ATR 然后对跟这个日均价的一个最低价的一个比较 然后其实这个这块写法其实和TV当中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开 开拓凭空 然后下面这个是也一样 这个是开空 这个在一卖式当中开空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卖式 当这个最低价格呢 最新价格呢 小于关键价格 然后我们就是将这个系数呢 变成了下载上宽 上面这个是上宽下载 然后一卖式呢 它是这个下宽 下载 不下宽上载的一个情况 然后进行开拓凭空 然后这个是一个ATR 三倍ATR的一个支撑出场 当最新价格小于空投进场价格 然后减去三倍ATR 然后拼仓 这里这里是这里是写错的 应该是这个 然后拼多 然后下面这个是拼空 当这个最新价格呢 大于这个空投空投进场价格 加上三倍ATR 然后拼空 嗯 好的就是这些 文化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